FTC ANGEL SENS7 嗨 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FTC ANGEL SENS7 我最喜歡的兩個功能 首先我要先介紹SENS7的主題自訂功能 接下來主題的設定 我們就從主選單進去 點選主題 一開始就會有很多主題可以讓你做選擇 然後你看到你喜歡的主題你就按下載 然後我剛剛已經先預先下載了這個主題 星球的主題 然後就按套用 套用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它在圖示上面 還有一些選單部分都有做變化 你看它下面的 我們回到桌面上可以看到它的 時間啊 然後還有下面電話訊息啊 相機等等圖示部分都做改變了 然後如果你想要在你的桌面設定自己的照片 然後建立自己的主題的話呢 你就在主題裡面按這個加 然後下面有個選擇主畫面影像的部分 就可以選擇自己的照片 點進去之後呢 看相簿 然後我就選一張我之前拍的照片 然後它下面還有很多特效可以調 像是什麼幻彩啊 平和啊 然後有一些比較 piece 的灰白啊 我用最原始的特效示範給大家看 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自己要的大小 然後確認之後按完成 下一步 然後呢它會根據你桌布上有什麼樣的顏色 它會幫你主題進行顏色的改變 然後它有很多可以讓你做選擇 如果我比較不喜歡這種塗色系的話 我可以選擇紅色系的 然後我就點選這個之後呢 按下一步 然後你可以主題名稱你可以自己命名 然後套用主題 然後我們等它一下下 等套用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桌布上面去看 好 我們回桌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下面啊 這些圖示的樣式都變了 然後 blink feed 的顏色也變了 那如果這個圖示我沒有很喜歡的話呢 我也可以在主題 然後我剛剛製造的主題 就在這個選單裡面的我的主題裡面 然後我選這個主題 如果我剛剛沒有很喜歡這個樣式的話 我就在 原本主題的這個地方 有個圖示音效字型啊等等 我就進入圖示這個地方 然後我覺得方形的圖示比較可愛 我就點進去 然後這個也是我預先就已經下載好了 直接按套用 套用好圖示之後呢 回到桌面就可以看到 它變化了 原本是圓圓的這種花花框 它下面現在已經變成方形的了 好 主題就介紹到這邊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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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